我十三岁那年 不慎掉入后院一口哭井身亡了 父亲舍不得我 命倒是以秘书封住了我的气魄 让我得以肉身不服 可我三魂散了两魂 失了神志 成了何人血的妖怪 随着宅子里的下人消失 附近村镇的牲畜家庭 无故暴毙的越来越多 父亲忠实不得不放弃我了 可是 我只是想让父亲活下去而已啊 零妖 我的父亲曾是北省最大的军阀 年近四十才得了我这么个妖女 视若明珠 连带着我那九姨太的母亲 也成了她最宠爱的女人 后来她战败南下 身边就只带了我和我母亲 还有两位姨太太 我在父亲的细心呵护下 平安无事的长到了十三岁 父亲将我送到洋人办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 我会骑马 会打猎 会弹钢琴 会西洋化 他总说我是虎妇无犬女 我的一生 等待在父亲的庇护下安然度过 但这些都在我十三岁那年 戛然而止了 02 那一年 父亲看上了一个江湖卖艺的女子 那女子身材高挑 肤白如雪 眉目如画 她叫肖青芝 善演千丝傀儡戏 她的木偶漂亮极了 真人等高 在她手中生动灵活 栩栩如生 配上她那婉转动人的唱腔 让人挪不开眼 为了捧她的场 父亲常常带着我去看她的表演 我觉得她好看 木偶也好看 唱得还好听 父亲说我喜欢 就娶回去给我作伴 不久之后 肖青芝成了我父亲的十一太 十一太生的绝美 一批一笑都格外动人 我每天最大的爱好 就是去找她玩 十一太 你长得真好看 十一太 你能教我耍傀儡戏吗 十一太 你唱戏真好听 十一太坐在那 秀气的端起一盏热茶 眉眼戏长 隔着阴晕的雾气朝我笑 牵线木偶罢了 身不由己 有什么好看的 这人就跟木偶是一样的 只不过木偶身上的丝线看得见 人身上的丝线看不见 我那时听得半懂不懂 十一太拍了拍我的脑袋 告诉我 别靠近后头那个院子 尤其是那口枯井 03 父亲年初买了一座四进的大宅子 大宅后院有口枯井 井口用大石头压着 缠着铁链铁子黄服 买的时候 人家说这口井特别写性 不可踏足这个院落 也不能打开枯井上的大石头 可我们一家在这住了快一年了 都相安无事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但自打那天 十一太跟我说之后 我心中就对那口井 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记得那天 我养的小狗望才不见了 寻遍了整座宅子都找不到 最后在那座院子里 听到了微弱的叫喊声 我不顾奶娘和管家的反对 打开了那座不让进的院子 要找我的小狗 院子里荒得可怕 草都生得有我人这么高啊 手底下人 找遍了整座院子 都找不到望才 最后才发现 望才的声音 是从井口传出来的 我让人把井口的大石头搬开 冯管家很为难地看着我 小姐 老爷说了 这院子不让进 这口井更是不能动的 望才是我最爱的宠物 从小娇生惯养大小姐脾气的我 哪里会因为一句话 而放弃望才呢 逼着冯管家 派人帮我把石头搬开 冯管家骗我 说井上落了锁 没有钥匙 我夺了冯管家的枪 砰砰两枪打断了铁链 这下可以了吧 冯管家很是震惊 但拗不过我 只能让人把井口给打开了 大石头一搬开 井口就冲出一股黑气 吓得下人们四处逃窜 隐隐约约的 我似乎看到一双暗红色的眼睛 从井底看着我 零四 打那之后 我就病了 高烧不退 卧床不起 望才每天守在我的床头 呜呜地哭 父亲请了清城观的李道长 给我看病 李道长说 我这是邪气入侵 后院那口哭井里有妖魔作祟 需要开谈做法 震杀邪气 父亲对李道长的话 深信不疑 给了他很多钱 让他一定要治好我的病 李道长跟他徒弟围着我 又是唱 又是跳 还对着我喷火 十一泰抱着他的傀儡 冷眼旁观 装神弄鬼 他手上的傀儡人 似乎也通人性一般 斜眼看着李道长和他的徒弟 眼底满是机窍 李道长很不服气 说十一泰居心叵测 诚心不想让我好 还说十一泰有古怪 我母亲气得对着十一泰大骂 说他存心想要害我 五一泰说 老看见十一泰半夜在院子里耍傀儡戏 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法诅咒我 七一泰说 十一泰的木偶不对劲 好像自己会动 说十一泰是个妖人 会害我们全家 父亲爱护我心切 听了那些人的话 将十一泰关了禁闭 不许他出来 可我知道 十一泰对我很好 不会害我 夜里 我拖着昏昏沉沉的身子爬了起来 跑到了十一泰被关押的院子外面 十一泰 你没事吧 十一泰看见我 有些惊讶 渊渊 你怎么来了 我说 听说你被关起来了 十一泰笑笑 他们关不住我 这话 不过是安慰我罢了 怎么关不住 都关好几天了 他手里的木偶 亮了一下手上的双剑 很是威风的样子 我被他逗笑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 有一天我也会变成 他手中的千丝傀儡 零五 十一泰告诉我 这枯井下面是个地宫 镇压着一个上古大妖魔 那妖魔能吃人 最喜欢吃我这种 灵魂纯净的小孩子 十一泰说的可吓人了 似乎是想吓唬我 不让我靠近那口枯井 但我已经看见了 我问他 那个妖魔 是不是长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可是他不是妖魔 他设人 那天我去库井里找旺材的时候 看见井里那个人了 他的头发很长 脸色苍白 一双眼睛是血红血红的 旺材的脑袋被他按着摸 吓得呜呜地哭 后来一阵黑烟飘过 我晕倒了 那个人也不见了 十一泰听到我这话 顿时变了脸色 静怡不定地看着我 你看见他了 我点了点头 十一泰紧紧地握住我的肩膀 告诫我 渊渊 答应我 别搭理那个人 也不许跟他说话 我第一次看到 十一泰露出这种表情 心中也有些坠坠不安起来 我抿了抿纯问他 如果跟他说话了 会怎么样 十一泰的表情 前所未有的冷 他死死地盯着我 然后缓缓吐出两个 让我心惊胆战的字 会死 那个时候的我 对死还没什么概念 只觉得厚薄梗子 没来由的一阵发凉 再加上高烧不退 一下冷得发抖 十一泰 我冷 十一泰将我拥入怀中 轻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渊渊不怕 我会保护你的 嗯 我点了点头 脸在萧青芝的胸口蹭了蹭 往常我都是这样 在母亲的怀里撒娇的 蹭完却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但又好像没什么不对劲 反应过来发现 十一泰 也许 大抵 可能是平了点 06 我迷迷糊糊地 在十一泰的怀里睡着了 也不知道被软禁的他 是怎么出院门 把我送回屋的 只知道我躺在自己的床上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做了个梦 梦里 那个井里的人出来了 眼睛红红地 站在我床头上看着我 我吓得一把 搂住了旺材 你 不许碰我的旺材 那人笑了起来 虽然他头发乱糟糟的 穿得也破破烂烂 但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狗不给玩 那你陪我玩吗 说着 就要来摸我的脑袋 我下意识 将手伸进了枕头底下 掏出了父亲给我的那把枪 朝着眼前的人 扣动了扳机 这把枪 是父亲随身的配枪 跟着他征战多年 煞气极重 能震慑邪碎 听说我是被邪气侵扰 便让我压在枕下 护我平安 我自幼练枪 自是有些准头的 梦里半睡半醒 也顾不得伤不伤人 只知道 十一太叫我不要同那人说话 他是吃小孩子魂魄的妖魔 那人中了一枪 果然惨叫嘶吼起来 叫声响彻 整座院落 震得大宅的人全醒了 我猛然睁开眼睛 眼前早已没了那血色 瞳孔的妖魔 望财安然地睡在我身边 正当我以为 一切都是梦境的时候 却发现睡衣的袖口处 不知道从哪沾上了 星星点点的血迹 难道 刚才不是做梦 是真的 我抬起袖子闻了闻 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 零七 似乎是听见了枪响 家里人纷纷赶来 父亲关切地看着我 冤冤 发生什么事情了 母亲拉着我 一副心惊肉跳的模样 上下替我检查着 冤冤 你有没有怎么样 刚才听见你院子里枪响 吓死娘了 我怕父母担心 下意识地藏起袖子 爹 娘 我没事 刚才做了个噩梦 没什么事的 两个人抓着我 问长问短 又让人将我的房间 彻底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什么疏漏 这才肯离开 把人都送走 我抱着旺材缩在被窝里 心里七上八下的 石一太说 井底那个红眼睛的妖魔 会吃掉小孩子的灵魂 也不知道我刚才那一枪 有没有杀死他 不过我的烧 却是退了下去 第二天 丫鬟拿我的睡衣去洗的时候 发现了血迹 我也流鼻血糖色过去了 父亲见我身体康复 还以为是李道长的法事 和扶植起了作用 给了他好多赏钱 李道长拿了钱 却不肯消停 劝我父亲说石一太是个妖物 留不得 要我父亲灭了他 否则全府上下都会不得安宁 我气得大骂 石一太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为何一再诬陷他 爹 您别信这道士 在这胡说八道 石一太是好人 李道长听到我这么说 一副抓住把柄了的模样 夏老爷 您看看 小姐都被他迷得是非不分了 还说石一太不是妖孽 一频道看 石一太那个妖物 就是后院井底镇压的妖魔 若想府中安宁太平 得把那个石一太封印回井底 08 原本十分疼爱我 甚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父亲 这次并没有听我的话 铁了心的 要拿石一太填井 无论我怎么挨球都没用 我想去找石一太 让他快走 可父亲和李道长 似乎早知道了我的意图 提前将我关了起来 入夜月光如水 大宅里亮起了冲天的火把 府里的下人们在李道长的带领下 冲进了石一太的院子 我让丫鬟小红替我去通风报信 小红去了很久 才回来告诉我 石一太被李道长装进了棺材里 要埋到井里 把井底填平 说这样 以后就不会有妖物作祟了 我心里着急 哀求了很久 才让小红把我放了出去 可是 当我跑到带有枯井的那个后院的时候 所有人都倒了一地 李道长他们全都昏迷不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带着胆子朝井下看去 赫然看见 井底竖着一口被封住的大红棺材 石一太 我焦急地喊了一声 棺材里并无动静 难道 石一太已经温死在里面了吗 我想起他往日的英容笑貌 想起他那栩栩如生的精美傀儡 还有他抱着我的时候 温暖的感觉 不觉眼眶有些发酸 顺着悬掉棺材的绳索 往井下爬去 石一太你等我 千万飙死 渊渊来救你了 刚下井底 我就感到一股阴风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我强忍心中的恐惧 棺材我想爬上去拿点工具 没想到 下一秒 我的后脖梗就被揪住了 一个冰猛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正要找你算账呢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妖魔 我一把抓住了他 你没事啊 正好 快帮我把棺材打开 就 大妖怪头发乱糟糟的 红着眼睛还刺着牙 听到我的话 愣了愣 小丫头 你上次拿枪打我 伤都没好呢 还敢让我帮忙 我低头一看 大妖怪身上的衣服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光着个膀子 身上的肌肉 壁垒分明 就是胸口的地方 缠了纱布 裹住了关键的部位 心口的地方 渗出一团血迹来 十一太不是说 他是上古大妖魔吗 大妖魔 还怕枪 我有些不信 试探着 拿手在他伤口那戳了一下 然而还没戳到 就被大妖怪捉住了 你一个小姑娘 盯着男人身子看就算了 还上手摸 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 我笑了 我小时候 在我父亲军营里长大 那些叔叔伯伯们 都光着膀子 我瞧得多了 有什么稀奇 我看你虽然受了伤 但力气还是蛮大的 你就当帮帮我 把棺材打开吧 大不了 我把旺材借给你玩 对不起旺材 虽然你是我最喜欢的小狗 但十一太是一条性命 你就牺牲一下色相 我以后 一定给你肉骨头 超级加倍 没想到 大妖怪竟然生气了 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 将我拽了过去 你真的在意 那个不男不女的 那只小狗 你那么珍惜 为了他不惜拿枪打我 如今为了那个兴销的 竟然要把狗送给我玩 啊这 说的好像 确实有那么点过分 但我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孩子 又不知道 他们这种老妖怪 喜欢什么 谁让他大半夜不睡觉 都要来偷着摸我的狗子来着 我吸了吸鼻子 嘴一憋 哭了 死死的扒拉住了 大妖怪的胳膊 大妖怪 求求你了 你救救十一太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 你要是真会吃人 你早就把我吃了 上次 就是睡迷糊了 太紧张 才拿枪打你的 一副很嫌弃的样子 挣扎着来推我的手 小丫头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你当真要求 我就棺材里的那个东西 他有没有告诉你 不要跟我说话 小妖我出手 光是那条狗可不够 我顿时心内一紧 抱住他胳膊的手松了一下 你 你要吃掉我的灵魂 大妖怪笑了一下 聪明 但不是现在 你答不答应 我一下顿住了 我 人没有灵魂 是不是就死了 我还没活够呢 大妖怪打个哈欠 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放心 你的灵魂是大补的 若是新生愿对 则效力大减 我会等到你心甘情愿 贡献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 再吃 我当时想的是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给他吃呢 于是咬了咬牙 就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等我哪天不想活了 就让你吃掉我的灵魂 大妖怪大笑 哈哈 这可是你自己答应了 可不能反悔 然后 帮了我打开了眼前那口树楼的大红棺材 原以为 那些转刻皱纹和贴满的黄斧纸 会对大妖怪有什么震慑作用 没想到 那些东西对他一点用也没有 大妖怪随便一扯 那些铁锁链就全都应声而断 棺材打开 十一泰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的躺在里面 我以为十一泰死了 顿时哭了出来 十一泰 你怎么没气了 是不是渊渊来得太晚了 棺材里的十一泰 却突然朝着我倒了下来 我惊呼一声 被十一泰压在下面 原以为我小小年纪 这一幕呢毫无生气 这是十一泰的傀儡 我竟然为了就一个傀儡 和妖魔做了交易 十一棺材里没有十一泰 有的只是一个 被伪装成十一泰的傀儡 我因为这件事情哭了好久 我不仅和恶魔做了交易 还和恶魔签订了契约 因为我 他得以解开千年枷锁 走出井下地宫 跟在我身边 我从井下爬出来的时候 李道长和他的弟子 还有府里的下人们正好醒来 瞧见我身后的大妖怪 纷纷下的抱头鼠窜 啊 妖怪 大妖怪瞧见那些大惊小怪的人 呲牙咧嘴 恶劣一笑 吃了你们 然后 所有人都吓跑了 大妖怪跟着我回到了我的院子 霸占了我的公主床 蕾丝刺绣 枕头被子 还有我的狗子 而我 只能缩在床下地毯的边边里睡觉 府里纷纷传说 小姐被妖魔缠身 我的院子没人敢进 可不就是妖魔缠身吗 只不过 缠的不是我的身 是旺财的身 他躺在我的床上 一边抱着我瑟瑟发抖的狗子 一边在他耳边说那种小狗狗最听不得的话 你主人不要你了 你主人把你卖给我了 你要乖乖的 要不然把你吃掉 他这话 像是对妄才说的 说的时候 那双血红的眼睛 却对着地上的我 我昨天晚上睡地毯 整晚都一泪洗面 但我不后悔 虽然我很惨 但幸好 十一太跑出去了 我们两个 起码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我希望他走了 永远不要回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 我咬着衣袖 阴阴的哭 大妖怪抱着狗子 漫不经心地看我 就这么喜欢那个不男不女的 可是 他早就丢下你跑了 我呆了一呆 你为什么 老说十一太不男不女 她是我父亲的小妾 分明社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啊 大妖怪 你没有发现 他身上多了点什么吗 我 这我从哪里得知呢 不过 我确实发现 他身上少了点什么 看见我若有所思的表情 大妖怪无良地笑了起来 你畏惧我如蛇蝎 殊不知 那你拼命护着 真心相待的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哈哈哈哈 十二 大妖怪的笑声 嚣张又猖狂 我捂住耳朵 才能勉强阻挡这魔音穿耳 大宅里的人 都背着笑声 吓得惶恐不安 素页难昧 可恶 年仅十三岁的我 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午后 大妖怪在床上睡着了 父亲带着下人 带着刀枪来救我 渊渊 你没事吧 我闭着眼摇头 泪水肆意挥洒 爹爹 救我 下一秒 那原本沉睡的大妖怪 瞬间睁开了血色的瞳孔 那些来救的我人 都被震的飞了出去 包括我父亲 他一把救住我的后脖领子 把我抓了回去 想跑 我扒拉住他的胳膊 一脸认真的看着他 我真的要出去了 明天是星期一 我要去上学 还有你能不能回井底柱 你在这 我不敢写作业 大妖怪听到我的话 十分生气 你再叫我做事 然后打开我的书包 把里面的作业和课本 撕得粉碎 啊 这 第二天 我还是如愿地去上学 因为他撕了我的课本 和作业之后 我哭了整个晚上 交作业的时候 我说被我家狗撕烂了 还向老师展示了 大妖怪的成果 老师信了 说会给我重发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听到老师的话 我更难过了 谁知中午的时候 家里的丫鬟小红跑来报信 说我屋里的妖怪跑出去了 我问他 那个李道长呢 小红说 早就因为办事不力 被老爷打断了腿 他会到罐里躺着了 我又问 那他的那些弟子们呢 小红丧气地道 师父都不行 弟子就更不行了呀 有道理 不过 我转念一想 他走了 不是正好吗 小红一喜 有道理 那天 我和小红格外开心 以为大妖怪走了 我从此解脱 他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毕竟 我在屋子里被大妖怪欺负 他也得跟着在门外伺候 给我们送吃送喝的 没想到 放学的时候 有人来接我回家 竟然不是我父亲派来的 我看了眼前全新的汽车 西服 皮鞋 礼帽 手杖 一副英伦绅士派头的陌生男人 好半赏才反应过来 大 大妖怪 十三 大妖怪坐在车上 朝我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新型头 小丫头 怎么样 不错吧 我先是点了点头 对他的型头和形象表示肯定 随即警觉了起来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 动我压碎钱了 大妖怪一手称鹅 一脸臭屁 那地宫下面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随便拿出来一件 就够寻常百姓一辈子吃穿不愁 你以为 我会稀罕你那几个压碎钱 我的压碎钱很多的好吗 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不是在家待着吗 跑出来干什么 万一乱吃人怎么办 大妖怪说 好久没出来了 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变得这么有趣 我不仅买了衣服行头 车子 我还买了宅子 商铺 酒馆 戏楼 电影院 我给自己起了个人类的名字 记住 以后叫我省年 这么有钱 就连我这种附加千金听了 都要说卧槽的程度 关键是 大妖怪把乱糟糟的头发梳上去 露出精致立体的五官来 褪去血色的瞳孔 看起来还挺像流洋回来的绅士的 我就读的学校是小学 高中联读的圣玛丽亚女中 同学 学姐 老师 全是女性 看见大妖怪这架势 纷纷被他所吸引 上来问我 沈渊 这是谁啊 是你哥哥吗 好帅好绅士哦 果然是妖怪 这么会蛊惑人心 为了不让其他老师同时受到惊吓 我只能承认 嗯 对 这是我大哥哥 叫沈年 刚从北省南下 我父亲最近身体不太好 你们懂的 沈家在北省还有些祖业 这个理由倒也合情合理 我的话 瞬间让学姐们激动了 渊渊你哥哥可有婚配 家里还缺不缺嫂子 这位学姐 你家里还缺不缺脑子 我原本不想上大妖怪的车的 但为了不让他祸害 其他无辜的同学老师们 我只得钻进他的车里 催促司机快点开车 快走快走 小红想跟着上来 被大妖怪 用穿着精致皮鞋的脚 给轻轻踹了下去 你不能上 我车里不能上丑东西 小红气的半死 小姐 她骂我 音音音 大妖怪说 哭起来更丑了 十四 大妖怪带着我 横扫了百货大楼 什么东西 只要我看上一眼 大妖怪就是大手一挥 买 她还带我吃饭 逛街看电影 平日里 父亲母亲教导我不算严格 但也不会如此放纵 我那一个月几百块钱的零花钱 在大妖怪的一只千金下 明显有些不够看了 在大妖怪一次又一次的 阔绰出手中 我逐渐迷失了自己 心甘情愿地叫她 哥哥 大妖怪似乎也很开心 喜欢买 想要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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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送到沈公馆 我父亲母亲在家 看到这么多东西 送上门都惊呆了 知道大妖怪在外头冒充我大哥 更是心情复杂 商量着该再请个什么高人来 灭了这个家伙 而我却和大妖怪玩得很开心 因为玩得太累了 回去的路上 我靠在大妖怪身上睡着了 醒来发现 瞳孔一顺不顺的凝望着我 渊渊 今天开心吗 我 开心 她说 那要不要心甘情愿地被我吃掉呢 我瞬间清醒 一把推开了她 你做梦 好险 差点着了她的道了 都说妖魔最擅长迷惑人心 原来她对我这么好 让我这么开心 就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献出灵魂 我出生最晚 大哥哥比我大很多 印象里 她是一个有点像我父亲的人 今天和大妖怪相处下来 我差一点 就真的把她当我哥哥了 可恶 下次不能再被她的花言巧语蛊惑了 15 我和大妖怪约法三章 不许去我学校 不许冒充我哥哥 不许骂小红长得难看 前面两条大妖怪欣然答应 第三条她却提出了抗议 她是真的长得难看 小红再次气哭 父亲看着自己突然多出来的 这么个妖怪儿子 敢怒不敢言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女儿 大妖怪呲牙一笑 生死气消 父亲上期不知道 我被大妖怪给骗了 也不知道十一泰并没有死 棺材里封的 只是十一泰的傀儡人罢了 听到这话十分困惑 渊渊 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让父亲担心 将她拉到了一边 爹 她是妖怪 说话不着调的 大妖怪听见我说她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但却没有拆穿我 于是 我们一家人的日子 就这么诡异又离奇地过了一阵子 对外 大妖怪是我哥哥 家里父子自孝 胸有媚公 背地里 大妖怪作威作福 我们全家人都得看她脸色 给她当牛做马 其中命最苦的 妄财心里是惦记我这个前主人的 换了主人 整个狗都很沉默 眼神肉眼可见的阴郁了 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我惊恐万分地看着大妖怪 你妮妮 你该不会对我的妄财做了什么 大妖怪气得一巴掌 呼我后脑勺上 胡说什么 她那是胖的 你都不知道 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你的狗子吃得有多开心 眼见自己背叛原主的事情被拆穿 妄财装不下去了 趴在地上 将脸埋在了鸽之窝里 我愣愣地看了看旺财 随即露出了我懂了的表情 不怪你 是我的错 当初我不该拿你做抵押 如今这般 也算是我自食恶果 大妖怪让我少听戏 别看乱七八糟的电影 可是 那些明明都是她带我去看的 16 我这个人 有点大小姐脾气 但不多 是懂狗且偷生的 大妖怪虽然霸道了点 但也没伤 我们府里人性命 我们想想 还是决定忍了 因为不忍 也没什么办法 有办法的李道长 对我父亲打断了腿 她肯定不是真有本事 真有本事的话 腿就不会断了 十一太对大妖怪的来历 似乎有些了解 但自打那日 我父亲要拿她田井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 许是被我父亲伤了心了 对此 我给予充分的理解 我父亲虽然是个好父亲 但却不是个好男人 看她一太太的数量就知道了 府上住了妖魔 即便我碍于我父亲的命令 和大妖怪的威名 不敢说出去 但家里的人们 逐渐变了有点古怪起来 大家都关起门 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小红说 都是被大妖怪给吓的 一个月后 父亲的妻一太 无缘无故的上吊自杀了 府里的老嬷嬷查看之后 说妻一太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都七八个月了 我母亲是父亲最年轻的小妻 也已经三十岁了 妻一太年近四十 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十分大了 更何况她已多年无宠 哪来的孩子呢 我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 下令让人把妻一太用草稀裹上 丢到乱葬岗去喂野狗 望向大妖怪的眼神 也不如从前畏惧 反倒是带了一丝怨恨的神色 我心知父亲可能是误会了什么 但大妖怪自己 却是不太想解释的样子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后来府里也不知怎的 生出了闹鬼的传闻 有人说在后花园 看见七一太抱着孩子 有人说在厨房 看见七一太在做饭 有人说在七一太的院子里 看见七一太在梳妆 外头的人传七一太死的胸 和肚子里的胎儿 变成子母双煞 要来取我父亲的性命 我母亲接连遭受打击 吓得病倒了 吃了药 也不怎么见好 我倒是不怎么害怕 毕竟府里都闹妖怪了 难道还怕闹鬼吗 只是 我心中有些困惑 七一太肚子里的孩子 可能不是我父亲的 也不会是大妖怪的 那是谁的呢 冤有头债有主 他要找 也该去找孩子的生生父亲吧 十七 因为母亲的病 我和大妖怪吵了一架 这是我头一次真的跟他生气 大妖怪也恼了 气冲冲的走了 说以后再也不打理我了 我看着大妖怪离去的背影 不争气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不过 很快我就收拾起了心思 心病还需心药医 唯有破除府里闹鬼的传闻 母亲的病情才有可能好转 我要振作起来 夜里 我带着小红 潜伏七一太生前住过的院子里 想看看人们口中的闹鬼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红跟在我身后瑟瑟发抖 小 小姐 咱们大晚上的不睡觉 在这干嘛呀 要不 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害怕 我安慰小红 不怕 你妖怪都不怕 怎么会怕鬼呢 况且 七一太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应该不会伤害我的 万一七一太有什么冤屈 想告诉我们呢 小红吐着舌头 翻白眼 颤巍巍地看我 小姐 你看我像不像是有冤屈的 平日里 大妖怪说她难看 我还替她鸣不平 这会儿 看到她那副死鬼样子 忍不住拿手 忽住了她的脸 好像 确实 有那么点 愁 见鬼这种事情 就像爱情 当你千方百计去寻找的时候 可能一无所获 但当你漠然转身 那人或者说那鬼 可能就出现在转角的地方 我和小红在大宅里蹲守了半夜 别说是七一太的鬼魂了 连只眼猫都没见着 小红困得直打哈欠 小姐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明天早上还得上学呢 我怎么可能说 我明天压根没打算去学校呢 痛心疾首到 七一太鬼魂的事情 闹得府里上下都不得安宁 娘亲病着 我哪有心思干别的事情 这学 我不上也罢 小红一脸佩服地看着我 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小姐 您真厉害 我傲气地哼起了一声 和小红一起继续蹲 夜渐渐深了 院子里弦跃高悬 阴风阵阵 吹得门上贴的黄服 和地上掉的纸钱 哗哗作响 小红搂紧了自己的胳膊 缩在我身后 上牙齿和下牙齿打架 小 小姐 我们真的快回去吧 我害怕 我嫌弃地看了她一眼 你小点声 万一把鬼吓跑了怎么办 小红先是扫眉大眼地看着我 随即眼珠子一下 瞪得老大 死死地指着我身后的位置 啊啊啊啊 然后两眼一番 直直地倒了下去 十八 我满心困惑 有些不解地回头去看 只见无边月色下 一袭身红旗袍的女人 怀抱着一个婴儿 披散的头发 正缓缓穿梭在院子里 夜风将她的发丝和一摆 吹得烈烈作响 配上那怀中婴儿的啼哭 让人毛骨悚然 七一一太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下一秒 我便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敢再发出半点声响 转头想去叫小红 但小红已经彻底昏死过去了 眼看着七一太快要走远了 我只得丢下小红 追了上去 我远远地跟着七一太 惊讶地发现 她竟然有影子 走路的时候 后脚跟还是着地的 老人们常说 鬼是没有影子的 也没有脚后跟 七一太这情况 是不是说明 她是人 根本不是鬼 只是她的样子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 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想问问七一太到底 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 我刚要上前询问 却看到了一个 让我出乎意料的身影 灰不长山的男人 一脸关切地 扶住了七一太和她的孩子 肃琴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不是让你待在院子里 别出来吗 方才还一脸呆滞的七一太 脸上的表情 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宝宝哭了 宝宝说她想爹爹 七一太怀中的孩子 像是为了应和七一太的话 妈妈大哭起来 我看着眼前的一幕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眼前这个男人 竟然是冯管家 我父亲以前的副官 我最信任的冯叔叔 看他对七一太的态度 难道七一太怀里的孩子 是他的 七一太根本没有死 他们一起欺骗 和背叛了我父亲 知道了这么一个 惊天大秘密 我下意识地想跑 没想到 脚下的动静 惊扰了冯管家和七一太 冯管家警惕地叫了一声 谁 看到是我 顿时面色一紧 小姐 他身手很好 一下就抓住了我 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别喊 冯管家的力气很大 我被他捂住嘴 有些喘不过气来 只能奋力挣扎 见我挣扎 冯管家手下力气愈发大了 我只觉一阵窒息 随后闭上眼睛 昏死了过去 再次睁眼的时候 便已经置身于 那个被父亲 下令封禁的院子 黑七七的枯井之中了 十九 枯井里黑七七的 面前的大红棺材 铁链紧锁 符纸遍布 还是当日的模样 是我求着大妖怪 帮我复原的 目的是 不让我父亲知道 十一太没死 地上燃热篝火 以做照明之用 七一太抱着孩子 坐在一旁 此刻正抱着孩子未来 冯管家在他身边守着 望向他和他怀里的 孩子的眼神 慈爱温柔 我动了动手 发现被捆住了 听见我这边的动静 冯管家回头望过来 在火光的映照下 冯管家的面容 显出一丝诡异的表情 小姐 你醒了 看到冯管家的表情 我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冯管家表情更加怪异了 小姐 我是你冯叔叔啊 你别怕 只要你不把今天的事情 说出去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冯管家一副紧张的模样 向我解释道 小姐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然后缓缓向我讲述了 他和七一太的故事 我和肃琴曾经是同乡 也算青梅竹马 后来我跟着你爹上了战场 以为这辈子 不会有机会再见了 谁知道 后来他成了你爹的小妾 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他也是被那个 妖道李成峰给骗了 他嫁给你爹多年 一直没有子嗣 想要个孩子傍身 就求到了李成峰那 没想到那个妖道 丧心病狂 厚颜无耻 冯管家越说越激动 咬牙切齿的模样 像是恨不得杀了李道长 我被冯管家话里的内容所震撼 狐疑地看着眼前的七一太 可是 七一太不是死了吗 还有 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冯管家解释道 肃琴眼看肚子大了 瞒不住 又看到李道长 被你爹打断了腿 一时害怕 就寻了短剑 好在你爹命人 将他丢到了乱葬岗 并未让人收敛 我去的时候 发现他还没死 就把他带了回来 帮着他缠下了肚子里的孩子 不过 他因为受刺激过度 醒来之后 就变得浑浑噩噩的 我要在府里当差 没时间照顾他们母子 又怕人知道 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这井底 和棺材里的十一太作伴了 二时 我心说 冯管家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 先别说 这井里有口大棺材了 之前还是妖魔的居所 他竟然敢在我父亲的眼皮子底下 把人安置在这 父亲的脾气秉性我最清楚 忍不住提醒他 我爹知道 冯叔叔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你不能说出去的是不是 这个地宫里面 有许多的金银财宝 我已经拿了一些出去 变换成银票 等明天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就带着肃秦离开这里 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过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的清静日子 金银财宝 我闻言 眉心猝了起来 大妖怪从这里出去之后 手上有花不完的钱 难道 这地宫底下藏了大量的财宝 那冯管家拿了这些钱 大妖怪不会生气吧 我告诉冯管家 冯叔叔 这些钱来历不明 你不能拿 万一惹上灾祸怎么办 你放我出去 我屋里有这些年 我爹还有长辈们给的首饰 还有我藏的银票 我都拿给你好不好 冯管家却不信 眼底有些泛红的看着我 你骗我 我才不信 你一定是想抢我的财宝 不让我和肃秦在一起 我觉得冯管家 看起来有哪里不对劲 可是具体哪里不对劲 我又说不上来 只希望小红快点发现我不见了 找人来救我 冯管家看出我的心思 一边收拾东西 带着七一太逃跑 一边将我捆在柱子上 用不团塞住了我的嘴巴 小姐 你忍一忍 很快 我们很快就走了 我会给你爹写信 告诉他你藏在哪的 嗯嗯嗯 我呜咽着 无声地哀求他 他却不理会我的恳求 眼看着外头天色快亮了 带着七一太从井里爬了出去 我眼看着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井边 然后搬起石头 盖住了井口 遮住了最后一点光亮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只于吓我和那口 装着傀儡人偶的大红棺材 我想出生求救 却发不出声音 无边的绝望和恐惧 像冰冷的海水一般将我通没 我心中无比后悔 后悔不该大半夜乱跑 不该跟着七一太 不该不听大人的话 可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只希望冯管家信守诺言 走了之后 找人送信给我父亲 要不然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 在这井底地宫之中 能活几天 21 事与愿违 后来的事情并没有朝着 我们希望的方向发生 冯管家和七一太的马车 路过山崖的时候掉下去了 车里的人 冯管家 七一太 包括那个刚出生的孩子 统统未能幸免 摔了个粉身碎骨 而我在井底 困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靠着摩擦身后的石柱子 弄开了手上的绳索 爬上那口大红棺材 摸到了井口 奈何井口的石头太大了 滴水未尽的我 根本没有力气 精神恍惚之下 跌落下来 脑袋砸在棺材头上 摔了个头破血流 血和脑浆顺着棺材往下滴 渐渐干涸 我死了 生前的一切 像是走马观花一般 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父亲 母亲 小红 旺财的样子 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最后脑子里只剩 对下石一太下落的担忧 和懊悔不该和大妖怪吵架 大妖怪 其实是个挺好的妖怪 但这些都来不及了 我已经死了 我以为人死了 是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的 可是我却看见 头顶的大石头 被人合力扳开 父亲的脸出现在井口上方 滚烫的眼泪 一颗颗砸在我冰冷的脸颊上 让我恍惚有种 还在人世的感觉 父亲命人 把我从井里起了出来 换上我生前最喜欢的衣裳 梳妆打扮之后 放在上好的棺木里 府中上下的人 都跪在我的灵堂外面哭 母亲直接哭得昏死过去 父亲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头发全都花白了 原来冯管家和七一太 逃跑的路上坠牙身亡 被人发现 报告给了我父亲 检查的时候 父亲先是看见七一太 和那个孩子 又看见了他身上的财宝 便以为是七一太和冯管家 私通生下镊子 然后写款潜逃 再看到那封信 才找到了井底的我 只可惜 一切都太迟了 父亲不能接受我的死 找不见大妖怪在哪 只得再次叫来了 李晨峰那个妖道 我是磕破脑袋 血流而尽死的 死的不能再死了 任谁听到这样的要求 都不会答应的 谁知李道长却说 有一门秘书 可以让我起死回生 只需要我父亲 把七一太那个婴儿的尸体给他 22 七一太的孩子 不正是李道长的亲骨肉吗 他要那婴儿尸身干什么 我心中隐隐觉得 李道长有古怪 但我早也是个死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 受了李道长的蛊惑 李道长说的起死回生 是一门违禁的邪术 他将我的七魄封印在了体内 使我的肉身得以不服 成了行尸走肉般的存在 然主宰神志的三魂 已然散去一魂 不便是非 不明是理 有口难言 虚血亲每日割血为我 才能维持下去 我内心疯狂哭喊 想阻止父亲这么做 但他还是让李道长这么做了 事后 李道长拿着父亲 给的金银财宝 带着那个孩子的尸身走了 而父亲每日陪着我 划破手腕搁鞋喂我 我的心里是不想喝的 但我的身体抗拒不了 宅子里的下人 看到我死而复生 全都吓跑了 小红也带着旺财走了 偌大的宅邸成立座鬼宅 母亲看着这样的我 整日淋一泪洗面 不久之后 就病逝了 五一太也气父亲而去 说是投奔在京城的亲戚去了 于是 宅子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 父亲每日为我梳妆打扮 慈爱地摸着我的脑袋 渊渊 爹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待坐在那 说不了话 眼眶却落泪了 父亲以为我难好 抱着我大哭 爹就知道 你会好的 终有一天会好的 父亲 我好不了了 我已经死了 即便我的肉身还存在世上 但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我想让父亲放弃我 自己好好活着 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 但我说不了话 只能看着父亲一日胜一日的苍老 面色苍白 行销鼓励 我只能半夜偷偷跑出宅子 吸食那些鸡鸭猪狗的血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 沈家大宅有行尸的事情 很快就流传了出去 附近村镇出现鸡鸭牲畜暴毙 人丁无故失踪死亡 他们通通算到我的头上来 民众们自发聚集在一起 举着火把冲进了沈家的大门 要灭了我这个妖孽 替天行道 还一方太平 沈群山 把那个妖孽交出来 是啊 那个妖孽咬死我们的牲口 还咬人 绝不能放过他 白发苍苍的父亲拥着我 坐在阶梯上 颤抖着双手扶上我的面颊 冤冤 或许是跌错了 跌前半生作孽太多 所以报应在你的身上 跌带你走 我们父女俩死生都不分离 然后带着我冲进了屋里 以烛火点燃了一切 屋里早就被父亲倒满了火油 大火一触即发 围剿我的民众 见火势太猛 纷纷逃了出去 上身火海 得以解脱 没想到 当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眼前却不是阴曹地府 而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 他一袭白衣如雪 面容清俊飘逸 气质出尘 宛如折仙 时宜太 哦不 应该是萧青芝才对 他扶着我的面容 眼角滑落一行青泪 渊渊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我感觉到他似乎变得有些不同 隐隐能看到 周身一彩滑光 在他身边 我发现我突然好像能动了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努力地告诉他 萧青芝 帮帮我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当一个靠吸血为生的怪物 远处地宫井口处 弥漫的黑烟冲天而起 我头一次看清楚了那些黑烟的样貌 是一张张面目猙獰的妖魔的脸 萧青芝顿时面色一紧 不好 魔戒入口的封印松了 该死 那家伙到底死哪去了 原来 那井下地宫 有一处链接人间和魔戒的出入口 千年前 大妖怪上了萧青芝的档 被封印镇压在地宫之中 负责镇守底下的封印 而我却意外放出了镇守封印的大妖怪 导致魔戒泄漏 吓人们的一场和大宅附近的异象 都是魔戒操控人心作祟 萧青芝之所以失踪这么长时间 是回师门继承传承去了 没想到也因此 晚来了一步 他重新封印了地宫的魔戒 答应了我的请求 把我的魂魄 从那具行尸走肉的躯窍之中解脱了出来 然而他说他舍不得我 恳求我多陪他一些时间 棺材里的傀儡人偶吸收了我的精血 可以作为我暂居的躯窍 萧青芝把我的魂魄转移到了人偶里 做成了千丝傀儡人 带着我走南闯北 演出游历 顺便把大妖怪找回去 让他继续镇守地宫 我住在魔偶里 什么都不用想 什么都不用做 萧青芝会用丝线牵着我 控制我的动作 嘴里发出优美的戏曲唱腔 只是天长日久 我便有些厌倦了 萧青芝 我不想当人 也不想当魔偶了 你放我走吧 萧青芝却固执地不肯放我 将一朵花 带在我的耳朵上 渊渊 说什么傻话呢 你说过喜欢我 要陪着我 和我永远在一起的呀 我悠悠地叹气 可是 你活了这么久 不觉得腻吗 我做人13岁 做人偶几十年 已经觉得很腻了 24 后来的后来 华夏大地战火燎原 百姓民不聊生 萧青芝带着我东躲西藏 四处辗转 终于在一艘游轮上 遇到多年不见的大妖怪 她依旧是当年优雅绅士 意气风发的样子 却在瞧见我的瞬间红了眼睛 大妖怪一把将我抢在怀里 死死地瞪着萧青芝 怎么回事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死气沉沉的木头眼珠动了起来 哥 哥哥 大妖怪抓住我的手 力道大的 几乎要将我的木头手指捏碎 原来当年所说的契约 其实是骗我的 妖魔们可以活很久很久 所以对时间没什么概念 当年她和我吵架之后 就跑出去玩了 一不小心就玩了很久 不记得回来 萧青芝眼见大妖怪抢了我不放 谋色一领还给我 大妖怪却不肯 萧青芝 你真自私 当年骗我 害我困在那地宫千年 如今又把渊渊困在这傀儡之中 任由你摆布 渊渊她想转世投胎 不想做你的千丝傀儡 说着便要帮我解除封印 萧青芝的面色瞬间惨白 喝止道 不 渊渊的三魂散了一魂 转世之后 她会变成傻子 你忍心看她这样吗 大妖怪却一股行 强行破开我的封印 不要你管 做傻子也好过像现在这样 我会护着她的 大妖怪抱着我的魂拓 和我一起转生了 当时她不知道的是 萧青芝为了不让我变成傻子 或者变成另外的人 悄悄以秘法 分了一缕神魂给我 凑齐了我的魂拓 我才得以入轮回 而我的转世有为天道 一出生便面临生死截杀 大妖怪为了替我挡灾 刚出生便被妖道害了性命 后来她知道 她其实是她最喜欢的人 和最讨厌的人的结合体 所以一直和我闹别扭 25 后继 我从堂椅上醒来 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眼前的女人与我年龄相仿 有着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整齐的刘海将额头盖得炎炎实实 见我醒来 朝我温和一笑 夏警官 你醒了 眼前的女人叫沈童 曾和我就读同一所高中 我在调回海誓任职之后 意外遇见了她 得知她如今的职业 竟然是个灵媒 当地俗称问花娘娘 她一眼就看出 我一直心存困惑 于是提出 让我去她办公室做作 在沈童的帮助下 我记起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我和萧青芝 还有哥哥之间 竟然有一段 这样的前世今生 萧青芝说过 下伤的灵魂十分强大 想来如今正在休养生息吧 而我也终于解开了心中的困惑 得以拥抱崭新的生活 我对沈童表示了感谢 告别了她 离开了她的工作室 走的时候 我隐隐似乎看见 有条大蛇在她身上打转 晃了晃脑袋 又不见了踪迹 想想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晚安